嗨好久不见哈喽大家好我是一位没有人去却依然在坚持的两下喵 这期视频呢是海登杰自选四星的角色攻略王杰篇 所以今天呢这期视频给大家带来新艳的一个全方位攻略 那么视频开始前我想问大家为什么不练新艳呢 不过我大概在想应该不练新艳的原因可能是颜值问题吧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想的 虽然我攻略做的没有比其他up主好声音也不好听 那是希望你们能看到最后给个免费的赞 硬币的话还是留给那些比我更加专业的up主吧 那么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吧 那么视频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新艳的定位 二武器生意物 三阵容搭配 四一个输出手法 新艳是一位拥有火系人上人的一个大剑角色 主要以物理伤害输出为主的辣妹角色 靠重机输出以及大招爆发的输出是他的特点 他非常依赖命之座 配装需要根据命之座来选择 新艳呢不像其他物理角色一样 他是靠敌人多来输出 先来看一下一技能吧 根据命中的敌人产生不一样的护盾强度 命中三个敌人呢 可以对敌人进行短暂的小范围持续火山 解锁天赋一呢 只需要命中两个敌人就可以了 大招叛逆瓜旋拥有一个不熟的物理伤害倍率 但是这个范围比较小需要靠近敌人进行攻击呢 还有就是一个火元素的持续伤害 接下来我也来说一下他为什么非常的依赖命之座吧 每个命之座都有自变啊 一命是增加一个普攻和重击的攻速 二命呢 大招的物理伤害100% 暴击并生成伤机护盾持续造成伤害 四命呢 一剂呢 命中敌人使敌人减抗15% 六命 新焰的重击体力减少30% 进行重击基于防御率50%获得攻击力加成 总体来说呢 就是零到二命推荐不C 使劲为爆伤 生育物呢 事件中式 四到六命推荐主C 六命的新焰呢 将以重击输出为主 然后中上手术呢 他非常非常依赖命之座 所以强烈推荐六命再C 接下来是武器生育物方面的五星武器首推狼灭 伤害呢 是一个原因 还有就是一个配色 要是我不懂 我还以为是他的专武呢 其次是天空 被动真空刃可以吃到星炎的物理伤害 当然呢 其他五星也是可以的哦 然后四星老样子 吃古剑 黑炎 还有就是一个最近出的千炎古剑 非常切合来自黎月的星焰 生育物方面呢 是根据命之座不同来进行选择的 零到五命呢 生育物四剑角斗士 或者两个燃血 两中士 或者两个角斗士 来进行普攻输出 六命呢 将改变他的输出方式 推荐是燃血用重击伤害来进行输出 然后呢 杀绕带攻击或防御 六命呢 我还是推荐带攻击力啦 因为你不可能全程都在靠重击输出 你体力消耗完 你肯定是要来普攻进行输出的 当然如果你的防御沙漏属性特别好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呢 在怪多特别多的情况下呢 还能一直触发燃血的效果 带防御才是最好的选择 杯子带物伤杯 因为星焰的80%的伤害都来源于物理 这个不用多说 然后帽子呢 带暴击或暴伤 暴击或暴伤都需要根据你目前生育物的情况来选择 阵容方面呢 我们都知道星焰呢 是以物理输出为主 那么就需要搭配一个超导减40%的物抗 来提高星焰的一个输出 然后这里推荐冰系 七七 雷系 推荐皇女 最后呢 一个选择比较自由 可以搭配巴尼特 拥有25%的攻击力共鸣伤害加成 当然也可以选择个钟离 接下来呢 进入实战演示 首先先用七七和环女挂一个超导 然后星焰一定要翻开一技能哦 应该拥有一个15%的减抗 还有一个15%的物理伤害加成 然后配合巴尼特打出一个高额的物理伤害 我这个星焰呢 目前只有70级 天步566也能打出不熟的伤害 相信你也可以的哦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星焰的一个攻略了 然后我会持续更新更多原神游戏攻略 如果对你有意丢丢的帮助 希望可以点个免费的账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 不过你们应该不会看到这里吧 拜拜 拜拜 tw esses 咱bon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